你現在的裝扮是什麼樣 等一下會把這件脫掉 這個算是內褲的意思 這不是啦 這不是內褲啦 好龍女攻擊 太大力了 你是吃太飽 把和服撐破了嗎 你是太飽 想要不要吃飯是不是 你們好 我是艾琳 我是毛巾 我們現在是倒數卸貨一個月 要開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孕婦寫真 哎唷 我剛才好像打太大力了 小朋友生氣 然後我現在大概是第35週 然後很悲劇的事情是 我竟然這週要拍寫真的時候 開始大水腫 對 真的 如果你們看那個照片 按你的腳整個腫到不行 就跟白麵包白饅頭一樣 對 鞋子穿下去都超痛苦 然後我上網查才發現 大家會比較推薦在28到32週拍 因為那個時候就不會水腫 然後也不會這麼累 然後我今天拍孕婦選真 很特別的地方是 就是我是自己找攝影師 還有化妝師 然後還有那個婚紗公司 就不是找那種直接一條龍的那一種 因為我自己就是拍過幾次的經驗 我覺得 攝影師是整個 孕婦寫真的靈魂 所以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今天的攝影師 阿倫 大家好 阿倫的話就是幫我拍這張形象照的阿倫 那時候拍完形象照的時候 我就超滿意的 然後我想說 好啊 那我們這次孕婦寫真 也可以再來玩一次 而且阿倫這次很用心 幫我準備了四個主題 分別是 第一個是 繡球花 我們真的很good啦 我很少看到孕婦寫真在出外景 太累了 第二個是 西裝 西裝 這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有種帥帥的感覺 再來第三個是 很時尚的 和服 和服 這也是我特別想要的 因為我就想要拍有一點不太一樣的 就包括上山下海 我也覺得OK 最後一個是 下雪 下雪 這個都是蠻不一樣的概念 剛好現在是五月 我們來個五月雪 五月雪童華 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感覺 那今天就拜託你了 好 好 我們現在化完妝 然後我口紅到時候才會補 然後我現在發現我腳真的超腫 很像那個白麵包 看不到腳踝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去陽明山了 我現在真的是腳水腫到不行 然後又來這邊外拍 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在連拍婚紗的時候 都沒有外拍 現在就是孕婦寫針的時候 這麼不爛 怎麼樣準備要拍繡球花了 對啊 好漂亮喔 要不是要拍這個我今年都還沒有來看花 真的 來我們看看你現在的裝扮是什麼樣 等一下會把這件脫掉 穿著內褲走在路上也太好笑了 這個算是內褲的一種 這不是啦 這不是內褲啦 我們剛剛拍完了一輪愛妮的單人照 那我必須得說一下那個漂亮的照片背後呢 實際上是怎麼樣子的呢 我們的那個裙擺一定會把它掉到地上 會張到你 可是這都沒關係啦 然後照片一拍完 馬上這個要趕快夾起來 不然說你的頭髮會掉對不對 會流汗 那這次造型師幫我把我的髮型 右夾頭 怎麼樣這樣有像嗎 還是這個角度 小龍的動機 哇 太大了 太大了 哈哈哈哈 這球畫快要結束了 待會就可以回棚內了 Go Go 然後現在愛妮換上了另外一套 我覺得我的造型超時尚 那妳的髮型完全不一樣耶 對啊 觀眾朋友們你們可以開始挑選 在下面留言說你喜歡今天愛妮的哪一套 應該說小龍女的哪一套啊 我估計也稱這一套為大地之女好了 好好好大地之母 對大地之母 大地之母不錯不錯 好大地之母 這次我的髮型是 應該也算是右夾頭的一種 對 原知小金康 喔原知小金康 對 好我們來看看我們拍起來會長什麼樣子吧 好多好多 我的手要騎過來的 等一下啊 好多喔 她在拍的時候有沒有震動 有啊 那剛剛一直動 真的喔 對啊 她在這裡 妳不要那麼用力拍啊 她會痛啊 啥爸 這很像是那個中場休息的籃球選手 我真的建議大家不要太晚來開 28到32週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都還沒有開始睡著 我真的是這一週34、35週才開始睡著 我看到你這次的造型我忍不住一直想要笑 因為這次真的是超性感的 你看看 就是我看很多朋友的照片真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要露出肚子 然後我自己一開始也覺得尺度有點大 但是後來覺得說啊算了啦 我看別人的照片都覺得說也不會去在意那麼多 對啦重點是這個小龍女 小龍女 穿龍女換衣服了 這是你最期待的其中一套嗎 對呀 我很少拍上照片的造型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會滿深的 對呀 這次你的裝飾比較強烈一點的風格 是打紅唇 沒錯 我現在要換第四個造型了 真的超感謝我的彩妝老師阿瑜 還有我的造型老師Mia 他們真的超專業 他們很厲害 對啊就是我都看不出來 但是在攝影的過程中 只要一點點風吹草動馬上就過來 但我真的覺得我好像在重新結婚拍婚紗照一次 因為像我剛才那一套是沒有布景的 所以那個光影就會佔了很重要的元素 我這次的攝影師他很厲害就是這個光影 就是看上他這個就是人物形象的部分 我身為攝影師看他們的那個曝光 我都覺得哇 學到很多 專業喔 真的很專業 我今天的老師很International 小羽老師在日本 他是香港人 然後呢我的Mia老師他是去紐約 對 有時裝週 哇 他的經歷都International 對啊 然後我是在韓國 欸 我公開要把全世界沒有啦 還差點 大家都看過和服 但你看過怨婦和服嗎 這個是我那個時候一時興起想問的 沒想到還真的有 真的 厲害 怨婦和服照 超美 妳是吃太飽把和服撐破了嗎 妳吃太飽現在想要不要吃飯是不是 欸 這套真的新潮欸 真的潮欸 沒有人看過這樣子用孕婦的方式來詮釋和服 就看艾琳在拍攝這個和服照的毛片 就很像是電腦遊戲裡面的那種角色的特寫照 超酷的 這一刻要 妳要坐下來對吧 很辛苦喔 孕婦要坐下來很辛苦的 孕婦要坐下來是很辛苦的 現在就是為藝術而努力 對 為藝術犧牲的孕婦做之一 在拍到現在妳要用什麼樣的心情呢 因為已經快要結束了 所以現在精神滿好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拍最後一 cut 最後一 cut 是要我被雪花噴滿 噴滿臉 噴滿身 好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好 一 二 三 好 OK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謝謝 辛苦了辛苦了 我們今天終於收工了 我們六點到這裡現在是七點多收工 我怎麼覺得妳現在反而更有能量啊 啊 我到中間化妝的時候 我真的是一直睡覺一直睡覺 那今天真的超級感謝我的攝影師倫哥 感謝 他真的你們可以看到說真的超用心 很搞綱在用那個雪啊 然後花啊 這些都是我們的討論說 想要營造什麼樣的感覺 比如說我一開始就講說 我想要和服 然後倫哥就去想和服適合什麼 然後倫哥非常擅長的領域是人物的形象照 就是沒有太多花俏的東西 但是就是把你的人拍得很好看 所以呢我剛才也問倫哥說 如果說有沒有我的愛獎 如果說你們也想要找倫哥拍照的話 就是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優惠 如果是愛獎來找我拍照的話 那就加陣五張金修照 還有一張放大照喔 哇 大照敲到天花板了 哇 五張金修耶 來看一下有多大 一張金修也要一千多塊吧 就是不管是孕婦照啊 或者是其他的照 反正就是愛獎限定 那今天非常謝謝阿倫 謝謝 然後呢今天也很開心 然後我的彩妝師 真的是沒有這個彩妝師 我就沒有那套和服 你們知道嗎 我們穿超久 然後就是阿優 對啊 而且我換裝真的是大換 就造型啊 都大改這樣子 配合不同的服裝 對啊 也非常感謝我的彩妝師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啦 也感謝你們看到最後 除了你們在影片看到的成品之外 如果想要看更多完整照片的話 也歡迎Follow我的IG喔 在這邊 我都把我的孕婦寫真 也都完整版都放在IG 還有Facebook上 歡迎大家一起來看 這個寫真真的是超猛的 我覺得我能夠挺著這麼大的肚子 完成這一天 實在是太厲害了 真的 那小龍也在下個月即將出生啦 如果很期待讓他放出來 讓你跟你們相見 邂逅我的日子 邂逅 那我們就很快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